泰迪狗狗一直拿鼻子蹭地怎么回事 泰迪狗狗一直拿鼻子蹭地是怎么回事 如果这个蹭地的行为是每时每刻的 也就是它所后没有一个特别的节点 那么它没事的时候呢就跟它鼻子去蹭地 这个时候呢我们主要是要去检查一下它鼻道 是不是鼻道里面有一些异物 比如像一些花粉过敏啊 比如像一些植物的一些精液或者是根落 或者一些灰尘会卡在鼻腔里面 那这个时候它会造成不湿感 它就会进行去蹭地 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春秋天的时候这样花粉的一个过敏 过敏的情况会造成那增长 打奔踢啊流鼻踢啊咳嗽这样的情况 这个时候也会大大增加 它有鼻子蹭地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除此以外呢 如果我们会发现平常时候都好 都没发现这样的情况 只有吃饭的时候是 那可能代表它对于这份饭是有意见 我们在大部分挑食的效果上面发现了 它们吃饭的时候都会有鼻子蹭地这样的一个情况 经常会把一颗狗粮挑出来 用鼻子反复撑一下地 再把这个狗粮吃进去 其实它们的艺人是不想吃这个狗粮 但是它们知道这个是它今日唯一能够去吃到的一个食物 所以说碰到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一定要早晚各半个小时放食的方法 然后如果半个小时都没有去吃掉 我们一定要把食物倒掉 留空碗在那里 家里面不要再有任何人去给一起 拿任何的食物 去规律它饮食习惯 这样才能慢慢改掉它这个不愿意吃狗粮的一个坏习惯 一家质是 泰迪狗狗一直拿鼻子蹭地 可能是鼻道里面有异物 这样会造成它的不适 又会经常去蹭地 或者在春季花粉过敏 会造成打喷气流鼻气的现象 也会达到增加鼻子蹭地的情况 另外只有在吃饭的时候出现 代表它对这份饭有意见 最好确保规律的饮食习惯